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烧干所有钱 把地球炸了 也如同滴水的大海 后裔没有放弃 接着他想到了黑洞这个可以吞噬一切的东西 但如果在地球上射出这一件 地球也将被吞噬 所以后裔来到了拉格朗日点 即天体运转放入第三个物体平衡点 也就是在太阳系找个能站着不动的点 不过黑洞也并不安全 因为霍金辐射的假说 黑洞可能射着射着就不见了 历日距离为1.9乘10的11次方 为了保证黑洞能安全到达质量用为4万吨 因黑洞质量为宇宙最强 后裔可以随意选择初始速度 等待几十日 太阳就会被吞灭掉 如何获得这一黑洞呢 我们知道 质量最大的恒星 发生超新星爆炸 连重元素刷完 重力坍塌并扭曲 即可形成黑洞 且黑洞吞噬过太阳后 还会继续吞噬整个太阳系 到那时 整个地球都将毁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源自网络 有爪量基建基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打开微信 再搜索栏内输入爪量基科技 点击搜索就出现了 然后点击关注 回复关键词 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科技资讯